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一个人养活全公司 王一博从练习生到股东 单人贡献公司近六成收入 王一博在2019年因为出演《陈情令》后一句爆红 从此身价水涨船高 片约和广告代言不断 连带也让他的经济公司乐华娱乐也再次名声大噪 毕竟自家公司有个顶流艺人坐镇 且不说旗下公司的新人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光是王一博带来的商业合作和机会 就让乐华娱乐赚到盆满钵满 1月19日乐华娱乐集团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创始人杜华在旗下艺人的见证下 和王一博、韩庚等人在现场进行敲锣的庆祝仪式 在乐华娱乐正式上市的这天 王一博除了是乐华娱乐的首席艺人代表以外 原来他还代表着乐华娱乐股东的身份 从公司艺人晋升成功公司股东 而乐华娱乐在香港挂牌上市的首日 股价就暴涨50% 这几年下来 乐华娱乐见证王一博从练习生一路走来 到如今成为内鱼圈的顶流艺人 大家普遍都会认为 乐华娱乐是王一博当之无愧的博乐 但事实上 乐华娱乐这几年的发展 也全是靠王一博来带动发展的 有网友翻查记录 发现在乐华娱乐2022年前三个季度的营收里 其中有将近六成的收入来自王一博 实力全是合为一个人养活全公司 王一博的业务能力是无容置疑的 从唱跳歌手转型到演员 任何一个领域他都表现出色 如今王一博晋升成为乐华娱乐的股东 更是把王一博和乐华娱乐的命脉 紧紧牵扯在一起 对于外界而言这无疑是个双刃剑 从商业角度来说 公司过度依赖某个艺人来创造价值 对公司发展前景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艺人就会成了公司最致命的软肋 一旦艺人出事的话 公司也难逃一劫 无论如何 王一博从艺人晋升到公司股东 无疑是一件好事 证明了他商业价值的同时 也证明对他实力的认可 恭喜恭喜 PS以后要称呼一声王总了